各位路人甲乙丙丁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談平面硬力態的矩陣 我們想像有一個平面的物體受到各種不同的外力作用後 還是維持近平衡 那上一集我們有講到把它切開後可以分析 切面上的任何一點硬力 就好像直接切開一樣 我們也不一定要整個把物體切開 今天我們把物體的中間切出一塊出來 那也一樣會得到跟上一集類似的情況 我們可以把硬力分解為正向硬力和減硬力 而且它們都是一種分佈力 那這樣一塊物體其實所受到的分佈力變化大小都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們再針對這樣一塊小物體的其中一個點去做分析 好 現在A點我們把它拿出來 那拿出來以後 因為A點尺寸已經接近非常非常小了 所以就會產生出三個性質 首先第一個性質是它的切面就會近似於一個直線 當然以宏觀來看它還是一個曲面 那第二個是 這個材料在這一個點上面 其實已經近似於均值和等項 那第三個特點就是 它的分佈硬力 原本是大小不斷的變化 但因為曲的輪尺寸已經非常小了 所以幾乎可以忽略變化 以至於我們可以認為它的分佈硬力是一個均佈力 不論是正向硬力或是減硬力都是如此 那一般來說只要能夠符合這三個條件 那我們就會稱它作為一個叫做材料點 這就是材料點的前提假設 那每一種物質需要取多小才能變成材料點 那這就很不一定了 那剛剛的A點是切一個面的狀態 那我們可以想見用同樣的手法去切出一個正方形 把Q點取出來 以後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說每一個切面都可以有一個正向硬力和一個減硬力 所以切了四個面就會變成有四組正向硬力和減硬力 那在這裡我們已經不再畫這樣一個箭頭連在一起的形式 為了方便 所以我們把它畫成一個類似於集中力的方法 但各位要知道其實它表達的不是集中力 而是均佈力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SIGMA1234和TAU1234 那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平面硬力態 那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其實平面硬力最一開始 你只要知道一個材料點 並取得第一個切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類推到另外三個面 因為另外三個面必然與第一個面的長度一樣 而且形成一個正方形 也就是說最早我們是先決定出SIGMA1和TAU1 這一點我們要先放在心裡 那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四組人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把簡力先分出來 然後再把橫的力分出來 還有垂直的力分出來 那減硬力的話 我們只有可能會有兩種情況 首先 第一種是我們假定這個方向 第二種是假定這個方向 對吧 那已知 已知物體要進平衡的狀態 我們決定了這個方向以後 往上 那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往下的力跟它抵消 那現在 這個物體 光是這兩個力 它會做順時針的旋轉 所以我們必須 要再產生另外一個逆時針旋轉的力量去抵消它 這樣就完成了簡力的力平衡 那同樣的道理 它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再來我們來考慮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有可能是這樣 也有可能是這樣 基於力平衡 所以另外一邊也必然要如此 才能有辦法力量互相抵消 那垂直的方向也是一樣 可能是這樣或這樣 向上或向下 那上面的情況 為了力平衡 就必須要做這樣子的方向設定 所以平面另一帶一定是這三個各選一種去組成的 好 現在我們把卡式座標系引進來 請大家看到這邊 那我們的卡式座標系該如何確定呢 首先我們卡式座標系將原點放在材料點的正中心 那X方向X軸 我們定義在水平軸 而Y軸則定義在垂直的這一個軸 那有了卡式座標系以後 我們才能知道正負 那現在我就把正向的硬力化作跟箭頭同向 所以 Sigma X 也就是 Sigma 1 它的正向與 X 軸同向 而 Y 軸的 Sigma Y 也是往上 也就是受張力 是一個正向 那至於減硬力的話 減硬力的正向是你可以想像人站在 Q 點往 X 軸看 然後轉向 Y 軸的方向是正向 那所以它的正向畫起來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叫做 Tau X Y 正向是朝上 那這個就叫做 Tau Y X 是朝右 那我們可以發現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假定這個是 Sigma X 那這邊的也一定是 Sigma X 那這個 Sigma Y 就已經確定好下面這個也是 Sigma Y 朝下 那這個 Tau X Y 在這邊的話 這邊我們就可以畫成這樣子 那 Tau X Y 就是這一個人 而 Tau Y X 就是這一個人 也就是說一個平面因利太只要決定好這四個 那另外這四個的大小和方向也都一起確定下來了 所以在表達的時候我們其實不需要到八個人 只需要這四個人就可以 所以今天我們的平面因利太的矩正 就這樣子定義出來 它的寫法就是這樣 用一個 Sigma 然後用中括號刮起來 右下角寫這個材料點的名稱為 Q 點 那就把 Sigma X Sigma Y Tau X 和 Tau Y X 寫進去 就完成了這樣一個平面因利太矩正 那還記得一開始我們這個材料點是這樣子切 但是其實也不一定要這樣子切 我們可以切出另外一個角度 那切出另外一個角度以後 這個角度就相較於原本的我們稱作 X Prong 軸好了 那它其實就是原本 X 軸去旋轉 Alpha 角 然後用同樣的道理 你又可以再得到 Alpha 角會產生另外四個可以代表平面因利太的人 就如這一個圖所示 那你會問說老師 那這個人和這個人 這兩對人馬之間有沒有互相有關係呢? 答案其實是有的 這個 Alpha 角角度改變 那這四個人也會有一起改變 這就是我們之後要講的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